北京时间8月13日,詹黄最近再次被球爹攻击了,老鲍尔这次拿出了胡人领袖的地位来做文章。 当有记者问他谁才是胡人领袖的时候,老鲍尔放话,球哥没有去克利夫兰,而詹姆斯自己跑来了洛杉矶,所以是勒布兰抱他儿子的大腿,你们难道看不懂吗? 事情的情况就是,狼佐一直待在胡人,勒布兰主动跑来了洛杉矶,显然正是狼佐的球队,是詹姆斯主动来找他。 球爹当时说道,听起来,球爹的话好像也没法反驳,确实是詹姆斯来的胡人,球哥是本地人,按理说一般都是本地人当老大,另外球爹还强调了另一个点,那就是球哥不用跟詹黄学习,只要能赢球,我不觉得狼佐需要跟他学什么。 这就很有趣了,球爹自从詹黄来胡人之后,已经嘲讽了他两次,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,詹姆斯才会回应他,至少球迷已经很不满了,你儿子滚出胡人,迟早詹姆斯会要求交易他儿子,NOXV。 渐 渐 渐